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無劇透影評是 《給我一個道歉》的insult 《給我一個道歉》是來自一位黎巴嫩導演的劇情長片 在今年的奧斯卡得到最佳外語片的題名 電影的一開始 兩位男主角Tony和Yessa 因為排水管一事而發生爭執 在爭執的過程當中 Yessa向Tony動手 所以Tony決定告上法庭 要求Yessa的一個道歉 一個看來這麼簡單的劇情 究竟有什麼吸引呢 隨著電影的推進 當中的原因也逐漸浮現 原來一切都是源自黎巴嫩的內戰 教派和民族間的衝突 電影裡Tony Tony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而Yessa 就是一名回教徒 一位在黎巴嫩做黑工的巴勒斯坦難民 他們都因為武裝內戰 失去國家等等的經歷 而對敵對的人產生仇恨 隨著劇情的發展 幾場的法庭對陣 一步步揭開兩位主角的過去 電影逐步由小事件發展到國家層面的派系鬥爭 劇本的鋪電是非常之有效 令到觀眾很容易代入角色 從而挑起觀眾想了解更多背景的慾望 這一個鋪牌可以說是這部電影最吸引最成功的地方 電影裡並不是要求你去認同一個說法 或者學習什麼大道理 而是要你去思考見證在電影裡 各仇、舊事如何真真實實地影響幾代的人 你可以選擇用仇恨對待其他傷害你國家 甚至你家的人 但是如果對方也有他的過去和不幸 你又會不會繼續去敵視他呢? 而人要怎樣承擔過去的事去繼續生活呢? 經歷了戰火的國家之後的路應該要怎麼走呢? 劇本很成功地把一個小問題放大去到大問題 要觀眾反思自己做人的態度 甚至要領導著民族國家的人去反思 電影的香港譯名叫做《給我一個道歉》 對比起英文片名《The Insult》 《羞辱》 比較像一句由主角Tony作為出發點的對白 在看完電影之後 我發現這裡所指的道歉原來是一個更加深入的點題 如果和人發生爭執之後 執意要人道歉是否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呢? 而更加大地看 一個道歉是否可以解除國家或民族之間的仇恨呢? 在劇本裡爭辭不下的兩位主角 他們所經歷的創傷是否用道歉就能夠撫平呢? 很多時候人和人爭執之後不肯道歉 都是因為覺得自己受了多少多少傷害或者委屈 會很大條道理地作出報復或者挑釁 但現實很多東西不是非黑即白的 有時候好人都會好心做了壞事 而有時候和你敵對的人 可能都是只是被悲傷過去纏繞著的人 有時候人家真的道歉了 你其實都不會放下之前發生的不開心的事 這個關於要求道歉的問題 問的是觀眾本身 也都同時問著受著不同悲慘過去纏繞著的民族或者國家 來自中東的電影很多時候都會充滿著民族、歷史、宗教、戰爭等等 比較沉重的元素 某程度上來說以上的東西就是他們的生活 所以在入場之前其實我都有點擔心 對於中東的東西我是一知半解的 會不會很難搞清楚電影裡的背景和設定呢? 在看完電影之後我可以說 《給我一個道歉》是一套非常容易入口的電影 一開始只是由主角的衝突出發 並沒有很多背景需要知道 隨著劇情一默默地推進 慢慢給觀眾了解當中的歷史背景 再將劇情放到更大的層面上面 從而令到觀眾了解更多歷史的衝突 如何去影響電影裡的角色 在看完電影之後 我很想去看書或者看一些YouTube的影片 去了解更多當中的歷史 令到你想了解更多世界的大事 這個樣子絕對是這部電影的其中一大魅力 作為一套劇情電影 給我一個道歉的節奏 鋪排都做得非常之好 演員也都演得不錯 特別是兩位男主角 導演重點用幾幕的法庭戲 去模糊觀眾對於兩位主角對與錯的立場 而去到尾段出色的結局 都很成功令觀眾反思自己 和帶出當地的局勢 算是講故事非常之救火候的導演 有人說中東的問題距離我們很遠 不過我覺得電影裡的道理 其實是可以映照到每一個人身邊的大小事上面 從中你會學習到處事的道理 和放眼世界的眼光 那我對於給我一個道歉的影評就來到這裡 這部電影呢 10分裡面我應該會給8點2分左右 而你認不認同我對於這部電影的評論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請給我一個like share這條片給你朋友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評 歡迎留意我的channel subscribe我 Sam先生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來 wir再見 第二線 尺寺 我們下條片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